西方就扮得很天真 哎呀,真是慘無人道,全世界都沒見過 怎可能二戰後還出現這種事情 我又不覺得明顯地二戰後的人性和二戰前的人性有很大改變 表面上中國可能是贏的 因為美國過去這幾年其實就很努力去圍堵中國 這個耳巴戰爭可能又是幫忙拖著美國的後腿 美國都經常有些手法或者是令到你很害怕 就不多不少錢就會回到美元的資產 看片之前記得訂閱京一的YouTube Channel 按一下小鈴鐺,下載我們的App 還有還有,我們京一共肥計劃已經上線了 貼市物物送,有錢齊齊賺,快點訂閱吧 其實我剛巧上星期就有一篇文章說 美國的長債的息口上升 當然這個是很重要的 可以引發一個金融危機 因為十年債息就是全世界很多的貸款 的一個anchor 或者是很多的投資的一個標準 即是如果息口越高 那你的fair value股市就越低 你息口高的,你的alternative更加好 所以我當時說,你如果要根治這個問題 就要控制美國的收支平衡 那個budget deficit 現在是太高了 美國是接近8%的GDP 但是你現在,基於美國明年的大選 這個拜登又是很左傾的 又有很多社會援助的支出 health care又是很 inefficient,很貴的 再加上又要搞環保 就是防止氣候變化 同時又要保護主義 又要撕掉中國 又要de-globalization 所以他很多的波在天空 有些波就跌了下來 所以他的budget deficit就失控 所以根治就很難 但我就說,其實美國都經常有些手法 或者是有些事件會突然出來 就令到你很害怕 可能世界上某個地方有危機 就不多不少錢就會回到美元的資產 就是被認為是save haven的asset 最classic就是美國十年債 我之前那星期就這樣說 誰知道說時遲那時快 這個星期就出現了這個 再新一輪的耳巴戰爭 馬上達到收效 雖然不是跌了很多 也不是長期解決問題 但是美國十年債息 就是由4.88 前晚曾經跌到4.53 4.55 昨晚反彈了 現在是大概4.65 然後你看到美國股市 全球股市都有一個relief rally 突然升了不少 曾經這個s&p500 就迫近4400點 這個比較高的水平 所以你說這個戰爭有什麼 對經濟有什麼效果 首先第一件事 就有些ironic 反而對全球資產價值是有些幫助 因為主要就是他有幫手 壓低10年債的食口 然後我當然沒有這麼聰明 知道這個打仗的潛在影響有多大 但是有人指出了 這個Hamas對於以色列的大規模襲擊 是星期六當地之後做的 因為他們伊斯蘭附近的阿拉伯國家 他們是星期日開市的 但是星期日開市 你看到Gulf area的股市 其實原來普遍是下跌2-3% which is not that much considering就是說 今次是歷史性的一次所謂恐襲 在以色列的角度 沒試過一天死那麼多人 是一個偷襲珍珠港加上911 混在一起 但是根據這樣的規模的特襲 就是他立即全面宣戰對於Hamas 但是Gulf area的人 可能他們清楚當地情況 比我們更多 他的反應只不過跌2-3% 然後你看到美股 美股星期一 Futures初初是低的 開始Cash market也是低的 但是intraday已經是reverse 已經是再走高 然後星期二、三都繼續走高 然後全世界大部分市場都是有些反彈 很明顯市場就不太害怕 然後最有啟發性的就是石油 你想著中東一開戰 數十年來都是立刻影響石油 但是不是的 今次石油可能有人預期劫高到100 或者是樓上 但是沒有這樣發生 In fact是2-3星期前 油價曾經去過90元 91-2元 但是之前已經是下跌了 但是開火之後 星期一好像升過上去 就是由86 反彈到不知88元 但是輾轉現在再下跌了 現在油價是83 甚至嘗試過比83元 83-84 那就是那個 Oil market告訴你 暫時來說 in the fog of war 就是在這個戰爭的霧霾 我們很難猜到 Exactly會怎麼發展 但是市場的智慧應該多於某一個個體 每一個人 但是集體的智慧市場就告訴你 他現在暫時不是很害怕 會影響到這個 甚至中東石油的生產或者運輸 因為本身第一件事就是以色列 即是無論你是Palestine 即是以色列那邊 都不產油的 就算你 有些機會被拖下去的 Lebanon 和Lebanon 也不太產油 Syria有一點點 但是Syria是七角那麼亂 現在的production 我想那個level都很低 所以 最主要就是告訴我們 如果你 Unlike 1970年代 那些 以色列和阿拉伯那些戰爭 那些是拖著沙地 沙地阿拉伯那些下去 但這次我想 這個機會很小 當然大家最擔心 就是幕後黑手 拆謀這件事是不是伊朗 那麼 那麼哈馬斯好像有說 說是伊朗供應武器 或者是幫手策劃 但是官方來講 伊朗是否認的 還有我看到 就算西方的一些報道 都是說 有些不知道哪裡來的消息 說伊朗都有 surprise by今次那個attack 不知道是surprise by timing 還是surprise by規模 還是怎樣 所以暫時就看不到 Unlike以前的 以色列和阿拉伯的戰爭 看不到它主要的鄰居 就是埃及和以色列已經有和約 沙地沒有和約 但是之前已經在討論一個peace treaty 其實那個或者現在暫停了 也有人指出 今次這個特集最主要目的是 是否想阻慢停止 reverse 以色列和沙地阿拉伯的關係正常化 但無論如何 無論如何都看不到沙地會參與戰爭 以前有份打的Jordan 又似乎絕對不會幫忙打 變成這個人道悲劇 會死很多人 以色列 即是他和巴勒斯利人會打得很激烈 會死很多人 但是擴散出去的情況 暫時不是看到這麼有機會 中國我覺得整體上 坦白說 都是挺中肯的 他就是呼籲各方克制 盡快恢復和平 以及表示支持這個叫做 Two-State Solution 即是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兩個國家 其實如果你看清楚 他最初沒有點名譴責哈馬斯 連譴責屠殺平民都沒有 但前幾天我看到美國 選舉主席主席 Chuck Schumer 去北京訪問 他有看到習主席 他當面就說 這個Chuck Schumer也挺反對中國 他就說 為何很失望 你不譴責哈馬斯 即是屠殺平民 Chuck Schumer本身是猶太裔的 之後如果我沒有記錯 你可以確認 中國應該是經 我猜是外交部 還是國務院 即是那個Statement 有少許修改 是有加多一句譴責 即是沒有點名 譴責屠殺平民的暴行 當然 by this point in time 即是初頭 如果你只是看過去七天 那當然是哈馬斯出手殺平民 但by this point in time 以色列都應該殺了不少 巴勒斯坦的平民 所以中國的Statement 可以說仍然是持平的 但是以我見到 是因為部分 因為Chuck Schumer的訴訟 即是說回中美關係 其實我覺得雙方都是有意 是 不要說緩和的情況 是有意保持聯繫 我想很 likely 習主席11月會去美國 是會和拜登 差不多變成每年一次的峰會會面 所以我覺得中國 其實已經是 比想像中是有多了遷就 我不可以exactly說 中國因為美國complaint 他就修改他的Statement 但是似乎他 你可以fact check 他好像是加多了一句 譴責屠殺平民 所以我覺得這個已經是不錯的了 還有中國打仗之前 我也覺得奇怪 中國曾經offer 現在中國都搭出了 我贊成的 搭出了幾部 去國際外交舞台上扮演的角色 當然最成功的就是 伊朗和沙特關係正常化 在簽約都在北京 沙特和伊朗都很感激中國的參與 然後他當然有企圖在俄烏戰爭 扮演調停人的角色 但是那裡沒有什麼成果 其實你如果看清楚 中國有offer 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都做調停人 我最初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中國 好處就是你不是他們那些人 你和他們的religion 即是你伊斯蘭和猶太教 天主教基督教 全部都是同一個老祖宗 他們全部都承認是Abraham的後裔 但是中國人就不是 所以你插直手過去其實就很難的 但是你不是他的人可能又會客觀一些 我原本覺得很天荒夜譚 中國人怎麼可以在尾巴 少說70年的印緣 不說去2000年 但是我覺得現在戰爭爆發了 希望早點完結 其實完結了 中國我覺得 不是完全不可能有少少少的調停角色在這裡 因為美國太過bias了 美國一定不能做調停人 所以中國其實未必完全沒有機會做一個調停人的角色 在這件事裡面 我今天這篇文章 如果你有看的話 我有講哪些是贏家哪些是輸家 表面上中國可能是贏家 因為美國過去這幾年其實很努力去圍堵中國 其實今年的high point 美國的外交 我覺得就是在Hilashima的G7 那裡除了G7開會 他就叫印度、印尼、很多發展中國家 所謂Global South的主要國家的領袖去賣 然後他再表演那個副主 就是Selensky 就是烏克蘭的總統 未必一定成功拉到他們全部去西方陣營 但是起碼他很努力去做這件事 然後你看看他在東亞的佈局都挺成功的 就是北邊有一個chips4 就是拉攏韓國、日本、台灣、軟致 甚至乎荷蘭都盡量禁止高科技出口去中國 尤其是在半導體方面 然後在這個南邊 又有一個quad 那個是一個security organization 如果弄得不好 那個是一個prototype 就是亞洲版的NATO 那個就是有美國、印度、澳洲和日本 本來是一個disaster relief organization 但是後來morphin做一個security organization 然後又有製造一個AUKUS 就是澳洲英國家加美國 那個是share 就是潛艇技術、很多武器的技術、核潛艇技術 所以我覺得那個就是high point 我包圍處理中國 但是after that point 其實西方的陣營又有些損傷、有些甩漏 比如你早一陣子 加拿大突然指控印度 說在Vancouver暗殺了一個印度認為的恐怖分子 又罵了一個風波 印度是全世界冰家必爭之地 是很主要可以影響全世界balance的一個國家 未來是一個super power 他現在已經是第五大的經濟體了 在幾年內 如無以外會超越了德國和日本 成為第三大 所以他和中國的關係固然不好 但是早一陣子Modi去美國 說紅地毯是最高規格很開心 誰知道突然間程海翻波 加拿大指控之後 美國和英國那些雖然不是完全很強硬出來指責印度 但是都是令他們有點尷尬 就是西方陣營 然後再加上打了兩年的俄烏戰爭 已經是拖著美國一隻後腿 今次這個爾巴戰爭 美國立刻派了最新的Ford 航空母艦戰鬥隊 戰鬥群去Mediterranean的東邊 某程度上這個戰爭又拖著美國另一隻後腿 令到圍堵中國的能力減退了一點 某程度上也可能影響到 美國今年對中國某方面的態度放軟了一點 即是已經不說decoupling 又跟了歐洲說法 我們只是de-risking 然後頻頻有高官去訪問中國 中國也說 雖然很少人回敬訪問美國 但是仍然中國都被放棄 都很努力現在搞這個 拜登和習近平的一個峰會 但是anyway 如果你從這個角度看 這個爾巴戰爭可能又是幫手拖著美國的後腿 本來美國說了十幾年 就要pivot to Asia 意思就是East Asia 重點就是因為石油也沒有那麼重要 半導體比較重要 半導體的最主要生產基地就是東北亞 就是韓國台灣 技術很多來自日本 那麼石油沒有那麼重要 又有太陽能 現在data is the new oil data比某程度上的石油更重要 所以他就想抽身 誰知道歐洲也抽不到 即是Ukraine又拖著他 現在如果以色列又發生戰爭 那又是令到他難癲 完全脫離中東 某程度上也因為中東都知道美國想抽身 而石油的重要性就減低了 所以其實他們自動的 就是阿德定這次的衝突 其實他們整體是降溫的 也就是說幾十年前 那時候以色列一宣佈獨立 全部阿拉伯加已經和他打仗已經宣戰了 後來沒有了蘇聯做撐腰了 那已經好一點了 全部要去美國那邊 那已經是七八年的時候 1978年已經埃及和以色列已經有和約了 然後2020年有一個叫Abraham Accord 以色列和Berain和UAE也有一個和約 像是說中國調停 伊朗和沙特也有正常化關係 然後其實現在原本就是沙特和以色列在談 就是everything is heading towards more peaceful 所以今次這個是一個搞亂局 可以說對中國有好處 不過你說得對 中國就是全世界最大的trading nation 那麼你看到今早的出入口數據 都是繼續第四五個月下跌的 所以任何全世界的紛爭和和平 其實對中國都是沒有好處 中國就是過去四十幾年 它本身和平和世界相對和平 以及過去四十幾年就是意識形態和宗教的重要性 稍微降低了 而中國就是最大的受惠者 因為中國就是喜歡只是說貿易、商業、錢 中國不喜歡說那麼多宗教和意識形態 就是中國在一個比較特別的國家 中國過去幾千年當然有很多打仗 但是你看一下很少是因為宗教打仗 所以如果全世界比較和平一些 說少一些宗教、意識形態 對中國很有好處 但是最近幾年不幸 無論宗教的重要性就提升了 以及意識形態 如何為之自由民主 如何為之共產主義、社會主義 這些分歧越突顯 世界越不和平 就會影響貿易 影響中國的發展 所以在這件事上 我覺得中國有贏的一邊 就是拖著美國一點 但是有一個懷疑一邊 就是全世界仍在趨向這個 de-globalization 而且越來越不和平 中國就是不太好 而且你說一帶一路也是 你都包含中東 你又借了很多錢出去 這樣如果影響地區的經濟 還錢也有大一點問題 印度也有影響的 印度G20 以前前幾個星期都沒有很開心的 某時候牽頭有一件新的東西 叫做IMEEC 聽到沒有 Indian Middle East Europe Economic Corridor 那個是很明顯美國也支持的 是我們跟一帶一路競爭的 那個是印度起點要去到歐洲 中間當然是經過中東 現在中東如果亂了的話 他的計劃也都是面對更大的困難 但是他們那個剛剛起步而已 中國已經是搞了十年了 所以你說得對 一帶一路 就是trading 這些全部對中國是沒有好處的 任何戰爭都是對中國沒有好處的 這次戰爭最大輸家 永遠當然是老百姓 當然是以色列的人民 尤其是巴勒斯坦的人民 那些會死很多 我想現在可能已經是很多千 如果再炸多一會兒 一定是上萬 然後哪怕你以色列 就算是打贏仗 其實你也是輸的 因為他如果太殘暴 殺得太多人 那個國際輿論會是 去對以色列 又同情他變成不喜歡他 你看到現在全世界很多地方 已經是兩邊的支持者的示威遊行都有了 譬如在西德尼、紐約等 周圍都有 奇怪地 譬如美國的最高學府 Ivy Leagues 好像有些學生出來支持巴勒斯坦 那些可能都是中東裔的學生 但反而 那些團體沒有什麼出聲 所以這個戰爭 我想巴勒斯坦人固然是輸家 就是哈馬斯有機會被人輸掉 但就算打贏仗 我想以色列也是輸的 尤其是總理Netanyahu 因為他之前已經是越來越專制 和也都認為是民主倒退 也都認為他令到軍心很低沉 然後情報方面就完全是失誤 人家這麼大規模襲擊 你都不知道 所以他一定要揹槍 所以會見中東有很多輸家 那旁邊那些國家都是輸的 就是像是 沙特比利本來想和以色列 是在談和約的 現在最少停頓下來 而且中國這麼辛苦 伊朗和沙特才拉在一起 但這次好像你說 就算伊朗否認也好 但是人們都會懷疑他背後有個角色 所以也會影響沙特和伊朗的感情 所以中東就每個人都輸 起碼旅遊業就輸 我很多朋友原本打算去以色列 還是附近中東 Jordan那些現在都取消 經濟一定受損 但你說得對 Outside Middle East 最大輸家肯定是Ukraine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現在傳媒是很重要的 現在Israel的新聞 就是Displace了Ukraine的新聞 已經失去了很多西方人的注意力了 然後長貧難顧 上一次Selensky去美國 拜登當然精神上非常支持他 但是錢 本來又會給60億美金支援 是Ukraine的 但是因為美國要玩 Government shutdown 後來Speaker of the House Kevin McCarthy 是犧牲小我 成全大我 他強行和Democrates合作 通過了一個臨時Continuing Resolution 45天的方案裡面 但是也有些妥協 妥協就是斬了Ukraine的60億的支持 本來如果Makashi還存在 就說可能會另外提出一個單獨的議案 再投票關於支援Ukraine 但是現在他都沒有了 我不太明白 但是Democrates最後都幫忙 罷免了美國200多年來歷史第一次罷免 這個Speaker of the House 現在他們群龍無首 共和黨昨晚我還以為 能夠選一個新的出來 那個Steven Scalise 但是現在他都拿不到 黨內的支持票 所以現在他們就更加是 都固定了 而上次的Continuing Resolution 只是到11月中就會到期 所以美國政府會不會停擺 都還有一個問題 無論說還要多給60億 烏克蘭就肯定不會了 那現在拜登的那條新挑 他就把烏克蘭、以色列和台灣 三個地方的軍事援助 困在一起 就想push through Congress 但是我想不容易 現在以色列 因為一來Jewish Lobby 在美國當然很強大 而且兩黨是有極高的bipartisan支持度 但是烏克蘭現在已經變成了 就成為了一個partisan issue 就是民主黨支持 大部分 不是全部 大部分的共和黨的人 已經不再支持烏克蘭 覺得他長貧難過 再說Donald Trump 我就是 我比較熟美國 我一直都覺得他 最少都是Putin有份幫他 2016年是選舉勝利進去白宮 說得難聽些 他分分鐘是一個Russian asset 或者是間諜 他現在91條控罪裡 是包括美國的間諜法 Aspionage Act 唯一問題就是沒有指明 他是為誰做間諜 但是你如果用間諜法去告一個人 當然是說他做間諜 他幫誰做間諜 所以Donald Trump從來到現在都沒有試過 personally attack Putin 所以他也是很影響共和黨的立場思想 所以現在共和黨就 no longer是非常支持烏克蘭 所以這個 最近這個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那個spokesperson 是Admiral Kirby 真的很恐怖 這個是前兩天 就是剛剛以色列開戰了之後 他說我們同時要支持兩邊 他都承認有困難 他說Ukraine It's close to the end of the rope 跟以前說的說法 Whatever it takes 是完全不同 以前就說無限量支持他 現在就說end of the rope 即是快要是run out of錢 當然某時候 如果國會不再批的話 那哪裡有這麼多錢 歐洲單獨當然是不夠錢去支持Ukraine 所以Ukraine的情況現在是比較差一點的 所以 反過來可能俄羅斯是 獲得了一點點的 Upper hand 我也是不會說 speculate 就是這個 Hamas背後是不是伊朗 伊朗背後是不是俄羅斯 我不會跳得不遠 不過 不然相對來說 我想俄羅斯是有點逆處 但最近Putin也開始出聲了 但他很奇怪的 他說以色列的情況 有點像中國討論Ukraine 普登沒有直接去criticize以色列的 普登只是賴美國 美國的政策 令到製造到這個危機出來 就像中國 他不會賴俄羅斯 他不會賴Ukraine 中国评论俄乎战争只会赖美国 同样地俄罗斯会全部赖美国 因为部份原因是俄罗斯和伊朗的关系好 就算现在俄罗斯战争很多车子来自伊朗 但其实俄罗斯一直跟伊斯莲的关系都不错 所以他不会直接去批评 他会赖美国来得分 所以我想某程度上俄罗斯可能是赢了一点 我想世人的责任是要夸张一点来说 他们当然要危言耸听 他们的生存价值就是永远是恐吓全世界 我也想和平的 但事实上不是 以色列是不太重要的 科技方面有些重要性 军事或者某些科技是挺进步的 医学甚至是IT方面 但对全世界供应链当然不重要 有多少家工厂在以色列 加萨有多少家工厂 不重要 有仍然重要 但比起40年前50年前是没有那么重要 还有今次的油市场告诉我 你可以很害怕看那些画面很恐怖 但似乎市场告诉你 今次不会影响油的供应 甚至运输都不会 因为他现在 你看看以色列的地图 他的海岸线是Mediterranean 没有油在Mediterranean那边出来的 重要的是Gulf那边 是西边 Straight of Hormuz Gulf of Arabia 那些重要 现在你在西边 不影响石油的生产和运输 它不会切断到石油来亚洲 所以其实不是 就是你可以 偶然想定你想和平 就是说很危险 很危险 但是事实上不是 市场人告诉你 它不会影响石油供应 在这里 想紧贴更多理财投资和生活的资讯 就继续留意我们不同的平台 记得订阅我们的 京一共肥计划和Youtube Channel 再按下小鐘 再按下小鐘